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在行政長官堅強有力的領導下 湖滿宏禽不斷務實深化各項的合作 深合區不斷展現出新的活力和氣象 根據稅收大數據 今年1至2月 宏禽民旅消費增長明顯 旅遊市場消費旺盛 市場主體活力持續增強 今年3月1日 深合區正式封關運行 正如行政長官指出的 這是實現深合區第一階段發展目標的標誌性舉措 也是推動奧禽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一步 將進一步推動奧禽民旅的融合互動 更好發揮奧禽優勢疊加效應 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駐入新的動力 得到全社會的認同支持和期待 請問尊敬的行政長官各下 對於下一階段 進一步加強奧禽民旅聯動 推動旅遊加高質量發展 促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有何政策指導和計劃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張建宗議員的有關問題 今年是一加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的開局之年 政府積極依循規劃的要求 貫徹實施有關的工作 加強奧禽民旅聯動 就是剛才你所提出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一個主題 我們希望 我們兩地要加強 這方面的 因應兩地的旅遊資源 各有特色 形成錯位發展 優勢互補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國家對我們都是很支持 有關團進團出的這些多次往返的政策 應該很快就會細節性的文件會出來 推出多元的旅遊產品活動 剛才我們講過 這個就配合我們有關的國家的政策 我們兩方面共同去辦好 這方面的旅遊產品的活動 包括一會至兩地有關的 發揮這個作用 加強旅遊合作推廣 我們會聯同我們橫琴一齊 就是對外來說 加強意方面的推廣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面 包括在體育方面 文化方面 都是按照這個有關的方向去落實我們的工作 這樣我們看到 我們在很快的有關的明年傳聞會裡面 我們跟他們都有很多的聯動的項目等等 珠海都有他們有關的傳聞會的項目 所以澳門也有有關傳聞會的項目 我們希望這方面 共同都是當為一個發展的方向 多謝你們的問題